明天就是开学日了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虽然已经延后开学了 但是有不少家长还是相当担心 孩子上学会不会有群聚感染的问题 市长郑文灿就在今天 视察了桃园区的大友国中 学校落实了路内量测体温 各个角落也都消毒完毕 各项防疫的物资和防疫课程 也都已经备妥 积极准备迎战开学 希望把学校的危险降到最低 走进校园第一关就是凉额温和酒精消毒 就连来视察的市长郑文灿也不能例外 明天就是开学日了 各个学校都在积极备战 透过层层的把关 要把学校爆发感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老师仔细的把教室里外的各个角落 都好好消毒 在开学之前就要做足处备 那我刚才有特别看了一下 学校充分的利用视讯设备 然后每天都进行喂教 然后我想这个也给孩子们最好的示范 那另外针对老师的部分 他也有检核表 那每天可以按照检核表来做 那包括孩子在打扫的时间 那也鼓励他们 这个把环境清洁做好 包括勤洗手的教育等等 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让家长完全放心 现在的学校里还看不到学生 但明天的同一时间可就完全不一样啰 在开学之前 教育局所准备的防疫物资 也都已经送到各间学校 包含口罩 酒精 额温枪等等 而厨房和走廊的消毒 更是持续进行 杜绝所有改染的可能 就连开学典礼也会改采视讯进行 就是让小朋友都能够安心开学 安全学习 我们学校事实上在健康教育课 跟这个辅导课部分呢 都做了相关的课程的规划 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透过这个健康教育课的方式呢 让所有的孩子呢 都能够认识武汉肺炎 也知道相关的这个防疫措施 那身体的这个防疫很重要 心理的防疫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辅导课部分呢 也有一节课的方式呢 去教导孩子怎么样去做一些 心理上的一个防疫这个辅导部分 除了硬体上的备战之外 学校也已经准备了各式标语 课程也安排纳入了防疫相关的知识学习 面对开学日 桃园已经准备好了 桃园新闻 陈彦任桃园采访报道